相信大家都这样想过,这人都是一个肝,一个皮,一个胃,一个胰,一根肠,为啥肾脏偏偏是成对出现呢? 简单来说,这是肾脏的老魔属性决定的,肾脏可不挑战活来活,只要是人体交给他的代谢工作, 你那两个健康的肾脏在20次小时期间,全年无休的情况下完成。 当然,肾脏也并不是无敌半存在,尤其当他们遇到糖尿病时,糖尿病就会慢慢的蚕食,破坏肾脏的滤活系统,肾脏也不得不交出老魔锦旗。 一,糖尿病肾病,早期肾损伤不明显,当糖尿们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时,血液浓度增大,血压升高, 迫使肾脏要滤除更多的血液,使得肾脏超负荷工作并受到损伤,但此时肾脏依旧任劳任怨, 即便受到轻微损伤,也不会罢工,患者也不会有任何明显的不适。 二,严重失控的高血糖,会带来可怕的尿毒症,一旦肾功能进展加剧, 使得到量代谢被50G体内,再把质货量流失,这就很麻烦了。 此时水肿,高血压,口渴,疲倦,食欲不正等情况都开始显现, 大家心里是不是也有些害怕了,想要预防或者严管糖尿病宣定的发生, 糖尿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,一,严控血糖, 不管是服用降糖药物也好,注射胰岛素也罢, 总之都需要把血糖控制在合理的目标范围, 糖化血红蛋白H4EC,7%,中老年患者,H4EC可控制在7-9%, 二,管控高血压,糖尿病人也要时刻关注高血压的水平, 一般糖尿的血压目标,因控制在149毫米共住以下, 而年轻糖尿或合并限定者的血压,要控制在13080毫米共住左右, 研究发现,糖尿病人的血糖,血压得到合理控制后, 糖尿的发病率会降低40%,此外,在糖尿病人首次确诊病情时, 最好就定期进行肾病筛查,可检测尿微量白蛋白菊肝, 以免尽早发现肾病的端倪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